喂,哈嘍,这个是解这个连利ODE的第二个example,这个就比较有一点点挑战性了 OK,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呢,是一阶这个线星连利ODE,长得像这样子,这个题目呢,在左上方 那X的一阶微分呢,加三倍X加Y的一阶微分等于cosT,那X的一阶微分呢,减掉X加Y等于sinT OK,那这个也是一样,它是一阶,OK,一阶,然后它也是线星,OK,然后连利ODE OK,那是一阶嘛,因为它微分最多次的话,只有微一次啊,所以是一阶啊,然后它这个变数呢,XY呢 还有他们的X的一阶微分跟Y的一阶微分的次方数都是一次方,OK,然后都没有交叉互乘 然后也没有,X跟Y也没有被包在函数里面哦,所以这个是线星,线星,OK,一阶线星,然后连利ODE 那这个我们利用LAPRASTE转换呢,来解这个连利ODE,那这个一样呢,我们一样就是对要对这个连利ODE做LAPRASTE转换呢,那上一个example呢,已经为大家示范过了 这个你对这个微分方程式做LAPRASTE转换之后呢,你要把XS跟YS解出来,整理出来,然后再对这XS跟YS这个做LAPRASTE反转换得到答案 OK,那我们先来看看,如果我们对这个连利ODE做LAPRASTE转换,就会得到这个比较中间下方这个式子 那X的一阶微分跟Y的一阶微分呢,LAPRASTE转换是多少,这个要自己记住哦,这个已经讲了,这个要自己记起来,不要再从头推到尾了,OK 好的,那我们这个会得到下列中间这个式子,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起始条件带进去,起始条件呢,给你多少呢,X0等于0,Y0等于1,这是起始条件 所以呢,我们来选择X0在这里,0在这里,所以这个就没有啦 好,Y0等于1,这边只有一个Y的一阶微分吗,还真的OK,好了 好的,那下一步呢,我们就要把这个,这个在下一步呢,这个其实如果你上一题有在看的话呢,这个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整理出一个XS跟YS的连利方程式 我们要整理出一个XS跟YS的连利方程式,然后在S空间里面,它会变成一个XS跟YS的连利方程式 然后这边呢,我稍微整理一下,等我一下,其实你也可以把影片暂停一下,自己整理看看 对啊,因为这个整理呢,考试的时候呢,也是你自己要整理出来 然后整理的时候,上一个影片已经跟大家提过,要小心啊,因为这个,这个正负号这种东西啊,在这边很容易出错啊,很容易出错啊 非常容易出错啊,然后下一个试制 OK啦,这个各位有看到吗,这个我们出现了一个XS跟YS的连利方程式啊,XS跟YS的连利方程式 好的,那下一步呢,我们就要把XS跟YS解出来,那上一个影片有跟大家提过 在这边呢,建议,虽然说这个是连利方程式啊,各位可能习惯用这个什么代入消去法 但是在这边呢,老实说呢,这个我是建议说在这边用这个,啊,用这个,用这个,用这个克拉玛法子 你用带入消去法我是不反对啊,但是其实用带入消去法可能会反而更麻烦哦,嗯,我是这么觉得啦 我觉得用那个克拉玛法子比较比较工整一点哦,OK,比较工整一点 好,那我先慢慢,我先把这个XS列出来,XS的话,如果根据克拉玛法子呢,它会等于什么呢 这个确实是有点差哦,空间要大一点 其实你会发现呢,在解这个连利ode的时候,这X跟YS的分母呢,其实都是一样的 分母其实都是一样的,哎呦,我实际应该留点空间 这分母呢,其实连利ode,这分母,这X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,然后呢,OK,然后呢,X呢,是把这个D个遮掉了 1,S加1,S1,S平方,加1,然后 OK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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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,我们就把这个XS跟YS的利用克拉玛法子先把它列出来了 下一步呢,就是真的要去把这个,这个,这个,这个四个Determined展开整理 那这四个行列式展开整理呢,这个也是要靠自己啦,各位自己的努力啦 那这个呢,我要不要把它写出来呢,呃,稍微写一下 那这边呢,我这个右下角呢,这个应该不用再遇到了啦 这个右边只在这次提醒你,这个用Laproxens后解OD的流程啊 那,这个应该是几乎是最后一提的啦,所以这个我就把它插掉啦 把它插掉啦,只是把一些空间腾出来而已啦 把一些空间腾出来 好的 诶,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哦 诶,这个呢,会等于什么呢 会等于多少呢 分母呢,会变成S加3 它等于SP-2S-3啦 OK 嗯 诶,我看一下 哦,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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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应该是- -SP-5 诶,多少 -SP-2S加3啦,OK 对,没有错是这个 加22S加3 OK,那我再double check一下哦 S加3,然后-S平方 加S,对,对了 OK,好的,那这个分子呢,我们看一下 这个XS的分子呢,你刚好发现呢 这个刚好会消掉 刚好是1 然后YS呢,比较复杂啦 YS比较复杂 那我先把它 先把它写下来,我们再慢慢整理 这个变成S平方加1分子 S加3 嗯 扣掉 扣掉 S平方加1 SS-1 然后 这有多少呢 -S加1吧 -S加1吧 -S加1 -S加1 OK 好的 就是这样 好的,这个我们要继续算下去哦 这个我就现在把上面的擦掉啦 OK,其实你应该把影片暂停下啦 看自己有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算出来哦 嗯 因为其实这个LAPRAS转换解这OD 这流程都一模一样啦 这这个 剩下的问题就是说呢 你有没有耐心把它算出来哦 然后有没有耐心跟细心呢 把它算出来而已 对啊,这个在这边 就是要小心啦 还有耐心 嗯 好的 好的 这个 XS呢 我们 XS呢 我们稍微再把它整理一下下 OK 因为这个分母呢 是-S平方加2 加3哦 这看起来有点怪哦 不太像正常来讲 所以我们的分子分母都给它乘负1啦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比较像 比较像正规的函数呢 诶 然后你再看一下哦 这个S平方-2-3 哎呀 这个分母是可以因次分解的 这变的是多少 S... 多少 S-3 S加1 OK 好 那我们的YS就去看一下 我们的YS 诶 我看一下 哎呀 S平方加1 就是通分啦 分子分母都通分 分子 因为我也要把分 分子里面这个分母给它消掉 所以就会变成这样 OK 剪掉 S-1 然后剪掉 S-1 然后S平方加1 好的 然后我们来看看哦 这个 这边要稍微细心一点哦 这边会变什么呢 诶 看一下 哎呀 这变什么呢 诶 诶 这个你仔细看一下哦 这个变成 诶 那一 加2S加3 一 然后呢 这变成 软指 激A10平方 加2A10 激A10平方 加2A10加3 诶 诶 好像有重複項出現了 OK 整理到這邊 好的 那我們在下一步的話 你會發現 哎呀 我再把它拆開來兩項 這會變成是會消掉 有些東西會消掉 那我這個最下面這一趴呢 我要把它擦掉囉 如果你想要再記一下 你就把影片暫停吧 這等一下就會把它擦掉囉 然後呢 OK 我們再往下算 這個會變成 你會發現這個第一項 這個 最後這個分數可以拆散兩項 第一項 哎 剛好這個全部都不見了 剪掉這第二項裡面呢 S平方加2S加3 然後 S-1吧 OK 就這樣子 OK 然後呢 我們再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它會變成 S平方加1 然後這個一樣 這個分母呢 是這個-S平方加2S加3 這看起來有點怪怪 所以有分子分母呢 都給它乘上-1 可是這個後面 它前面又有一個負號 所以這個最後呢 就會變這樣子 -2S-3 然後 分子分母成長-1 會變成1-S 所以還是S-1 OK 還是S-1 然後呢 這個S平方-2S加3 這個我們剛剛這個 XS那邊已經有看過了 這個就是S-3乘S加1 OK 然後S-1 OK 然後到這邊呢 我們總算把XS跟YS呢 都整理出來啦 唉唷 好了好大的功夫啊 好 那我們下一步呢 這個我們要對XS跟YS 做LAPLUS反轉換 哎呀這個算一體又算很久啊 這個 很可怕 連力OD看起來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這一體確實都會跟你算到很久 那XS這一項呢 其實就是要對這個S-3乘上S-1 這個東西呢 想當然了 猜部分分式囉 然後呢 這猜部分分式是什麼 因為這是很基本的部分分式 所以這個我不想再多寫了 這個你自己去揣摩一下 你自己去揣摩一下 這個實在是非常的簡單 你自己去算一下這部分分式猜出來是多少 因為這邊我就不太多寫 因為這個是很基本 這真的太基本了 最好是四分之一 這邊是四分之一 OK 好的 那個XX我們先到這邊打住為止 然後呢 我們這邊寫這個YS 這個Laplace轉換對YS做Laplace轉換 這等於呢 對這個 X變方加一分之一做Laplace轉換 然後呢 再加上 這個對這個 S-3XX加1 然後 S-10 另外對這個第一項 這沒有問題 S平方加1分之1的這個就是這個就是多少 賽函數啦,plus轉換嘛,這沒有問題 那第二項是S-3乘S加1分之S-1 這一樣分母又是兩個一次四相乘 這個也是直接要猜部分分式了 而且這個也是一個很基本的部分分式 所以呢我就不再多琢磨太多啦 這個真的是很基本的部分分式 那這個最後猜出來會是多少呢 嗯,我看看 加上S-3,好像是1 2分之1吧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然後S加1,然後1 2分之1 OK 好的,最後呢,我們把XSYS呢 都把它猜成部分分式都把它猜出來啦 最後只是把答案寫出來啦 答案是多少呢 我們XS這邊看一下喔 這個四分之一 可以四分之負一可以先拉出來 那就是Exponential-3T嘛 加上四分之一呢 Exponential-T啊 好,那Y of T這一項呢 這個又等於X平方加1分之1喔 這個是誰拉Plus轉換呢 這個要練到是反射動作了喔 這是上一T喔 然後再加上1分之1的Exponential-3T 然後再加上1分之1的Exponential-T 然後這就是最後的答案啦 X of T Y of T都算出來啦 然後這邊再補一下虛線 這個東西呢 這個往下做呢 就到這邊啦 因為這個 這邊位置有點 讓各位覺得有點奇怪 不好意思 好的,這個我看一下最後沒有算對了 嗯... 先T嗎 對 OK 好的,這個就是用LaPlus轉換解 這個連力ODE的 第二道Example 那練習題有幾題呢 請各位去好好的練習喔 欸,就是要小心啦 就是要小心啦 就是要小心啦 OK 然後算的過程是有點 有點累啦 是有點 是比較累啦 OK 因為你一次要做兩個 你其實等於一次再做兩題 一次等於再解兩題ODE 其實這種連力ODE 你等於一次 一個連力ODE 其實你可能一體裡面有兩個東西要解啦 所以比較累了 OK 好的,萬法不離其中啊 OK 好的 這個影片就到這邊啦 這個 下次再會啦